崔勇怡员公开向次人求饶,原因让人愤怒和心疼! 。 亲爱的小伙伴你们好,欢迎来到头条没有关注小编的小伙伴,给小编点一下关注。 小编在这里先拜谢啦!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聊娱乐圈中一位敢于说真话的人,他就是。 最近几天原来看似播平浪静的娱乐圈,现在却因为崔勇怡员的一条微博变得风起云涌。 崔勇怡员是著名的前央视,他和赵本山老师的小品小崔说是,至今还让小编面念不忘,再次观看,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 崔勇怡员之前在微博上的10名爆料,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如今央视也证实了崔勇怡员爆料的真实信,范冰冰也因此受到处罚,有关部门更是开出天价罚款。 对于崔勇怡员的这种精神网友感到敬佩,强大的社会责任感被网友称为当代鲁迅。 可就在10月4号,崔勇怡员竟发了一条公开求饶的微博。 原来对方通过侮辱和诽谤等网络暴力,崔勇怡员和他的家人承受了5年的网络暴力。 崔勇怡员称这种行为真是令人发指,网友看到后真是又气愤又心疼。 崔勇怡员还在微博上表示,求司马三季放过自己和他的家人并且许诺将来赚到了钱,会送给司马三季8亿。 崔勇怡员的这份言论也足够看出他的无奈。 崔勇怡员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强而得罪了一部分人,网友们都很心疼崔老师,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住这么多,孤身奋斗着实让人心疼。 崔勇怡员在网络上受攻击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,此前就因为黄毅的前夫黄毅清在微博上称崔勇怡员有婚外情,崔勇怡员对此事表示子虚无有。 更是一致诉论,将黄毅清告上了法庭。 而之所以那么多人针对崔勇怡员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太敢说了吧,实名揭露娱乐圈的种种黑幕,罪人应该不在少数。 小编还是很担心崔勇怡员老师的个人安全,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,保护好自己。 对于崔勇怡员公开求饶这一事件,各位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里留言,谈谈你们的想法与看法。